大家好 杠子 今天我来到了河北去的浸海道 去吃一下 在这儿开了很多年的一个牛杂面 这也是粉丝朋友推荐过我的这家牛杂面 今天揣锅往这边尝尝来 看他家这个牛杂面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's go 到了就在这儿 浸海道上 我听说年头是不爪子的发生是 我听说这第二年头不爪子了 对啊 第二年头完了 上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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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就香了 对 天热了 想吃呢 船头 上头 上头 It's 我懂得翻 army 跟这个路哎 aki命 儿子 很快 参与 限大 欧尔滞 像 握 乳 这是十五一碗的 然后我还架了一个鸡蛋 还有两个豆皮 这一碗还枕不少啊 这一碗都猫腱了 搬都搬不开了 尝尝啊 面型比较筋道 而且他家的牛杂面 不是像鸡他家的烤那么重 而且油也少 挺健康的我感觉 这是十五一碗的 这牛杂也不少 好 好 这个配菜是洋白菜 喜欢口庆的朋友可以往他们家尝尝来 反正我觉得这家挺好的 我吃这个 口也不松 而且也没那么多油 尝尝这卤蛋 这卤蛋也挺入味儿的 来两碗面 一块的 看见豆皮 这牛撒面我也吃过很多家 我感觉他家还是挺实惠的 别看啊 他家这面挺清淡的 但是牛杂还是相当入味儿的 我去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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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 要吃饭吗 要吃的 要吃的 要吃一碗 要吃一碗 要吃的 一碗 我觉得他家这个面的这个量挺大的 比其他家的牛杂面的量都大 现在很多家牛杂面都是那种较油的 感觉油特别大不健康 我觉得这种还是挺不错的 这没尝锅了 不错不错 吃完这一碗明天早晨这五公里 又得增价三公里 得跑八公里了 牛杂面吃完了 这一碗还真不少 而且量度有少挺健康的 牛杂给的也特别多 喜欢杠的视频的朋友 会让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感谢大家支持 咱下期见